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.6% 五月CPI环比持平 新鲜水果价格和猪肉价格涨幅分别为26.7%和18.2%受影响较大 据法广的报道 对此有舆论指出 随着中美向对方国家农产品投掷关税炸弹的贸易战争不断升级 通过稳定物价来抚慰民心成为中国政府期待解决的课题 虽然整体来看食品价格涨幅可控 非食品价格由于需求偏弱而上涨乏力 但多数分析师强调生猪供给持续收缩下 猪价依旧成为影响CPI走势重要因素 不排除CPI同比涨幅在年底达到3%左右的可能 报道说 近期中国部分水果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 也引发了关注 商务部周三就此发表谈话称 近期随着气温回升 应季水果上市量逐步增加 多种水果价格呈回落态势 预计后期价格将随着应季水果批量上市 逐步回落至合理区间 续产肉类的价格5月同比增长了12.5% 尤其是随着非洲猪瘟扩散供应出现萎缩 猪肉价格涨幅3月为5.1% 4月为14.4% 5月为18.2% 呈现出暴涨的势头 与此同时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 自本月1日起 中国针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价值600亿美元的 美国进口商品将关税税率上限从10%上调至25% 外界担忧出现进口通货膨胀 报道指出 今年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 当时的时代背景就包括了高达17%到18%的通货膨胀 虽然目前尚未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但有舆论指出 如果贸易战争变为持久战 中产阶级因物价上涨而产生的疲劳感会愈发的明显 中国政府为了抵消关税的冲击而容忍人民币贬值 也被指为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中国网民间出现了意味想吃水果就可以不考虑价格 随意购买的水果自由 车离子自由等等词汇 表露出对水果价格暴涨的不满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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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